在撞上凯一桥之前 达里货桂轮发出紧急求救信号 通知说失去动力 这一点点的时间差就让相关人员 可以及时阻止车辆上桥 但还是有8人落水 包括当时在桥上施工的6名工人 平均每天有3万5千人使用 将会有好长一段时间 必须要绕道用其他的替代道路 至于撞桥事件的噪音 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 桥梁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 初步朝意外方向调查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联邦政府将会支付桥梁的重建费用 而他也会尽快到巴尔地摩探访 当地时间凌晨一点半 新加坡及达里货桂轮 撞上巴尔地摩的凯一桥 导致桥梁坍塌道路中断 在往后面就是坍塌的凯一桥 这里也是马里兰州州长摩尔 和运输部长布塔朱吉记者会的地点 摩尔表示在撞上凯一桥之前 达里货桂轮发出紧急求救信号 通知说失去动力 这一点点的时间差 就让相关人员可以及时阻止车辆上桥 但还是有8人落水 包括当时在桥上施工的6名工人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联邦政府将会支付桥梁的重建费用 而他也会尽快到巴尔地摩探法 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搜救行动 搜救行动是首要之物 当地时间下午 州长表示仍然在执行当中 那么海岸防卫队水面搜救 潜水人员用上了声纳 另外还有直升机从空中查看 除了搜救还有通勤问题 凯一桥大约两公里长 平均每天有三万五千人使用 将会有好长一段时间 必须要绕道 用其他的替代道路 至于撞桥事件的噪音 排除恐怖攻击的可能 桥梁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 初步朝意外方向调查 达利货柜轮是新加坡籍的货柜轮 由丹麦海运公司马士基乘租 船上载有1万个货柜 意外发生时 是离开巴尔地摩前往资里兰卡 当时是由巴尔地摩港口的人员来进行操作 至于为什么会失去动力 还要进一步了解 达利号从2015年建造以来 已经检查27次 根据电子品质传播资讯系统的资料 达利号在2016年和2023年 被记录了两次缺陷 金门辉新闻嘉辉 美国巴尔地摩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